为了躲避追杀 他竟然闯进了这满是吸血鬼的古堡里 当他察觉到危险已为十一晚 当晚他的叫声响彻了天际 他想要去开门时 却发现门早已被锁死 这早已荒废的古堡 还保持着18世纪初 富丽堂皇的样子 就在这万分危机的时刻 他转身冲上二楼 心想二楼有窗户应该能逃出去 当他打开这两扇沉重的大门时 身体顿时将在了原地 映入眼前的 却是一幅不可描述的画面 这时 格维特用充满杀气的眼神 看着女孩 用手指了指她的方向说道 去杀了她 琳娜不敢再做停留 迅速往窗户的方向跑去 当她即将触碰到窗户时 格维特施展禁锢之术 露出渴望猎物的表情 将她控制在了半空中 格维特上去一把掐住她的脸说 来玩一场游戏吧 赢了就让你活 一把抱起悬在半空的琳娜 一手拖着她的屁股 一手搂着她的腰 慢慢地将她的裙摆撩起 一种无力感 弥漫着她的全身 仿佛随时都可能失去意识 格维特轻咬她的耳朵 让琳娜痴痛不由恩一声 她将女人的腿抬起 咬在了她又长又白的大腿上 琳娜想反抗 却又被束缚着 格维特用心酸的眼神说 我们玩的是欲望的游戏 旁边的雪扑 早已看得热血沸腾 回首的女人 叫着格维特的名字说 别理这个女人了 回来继续玩我们的游戏吧 一声格维特 让琳娜瞬间想起来 那就是15年前 杀死爸爸徒弟的罐子 不可置信地 看着眼睛这个杀死凶手 心里顿时云起有阴的怒 格维特还想说 如果你不喜欢那肥 我也只好把你 丢点那群血不当食物 一声不自 让格维特转过头去看见她 琳娜露出一种内服的表情说 我想活下来 我能很好的管理这群血苦 我很有用的 请主人别杀我 看着她刚才还 急不情愿的样子 现在又急动想来 格维特也是卡到为阵风 琳娜说 不管怎样 先活下去 不过再找你 杀帮这些怪物 格维特就不是去表示 我这里不够管理啊 你还是去死吧 为了活下去 琳娜只能等到不中 您不却不认 那我可以成为 一个玩具 这成功都起了 格维特的一丝好情心 用手俯握着她的脸说 你的眼神告诉我 你可不是一个听话的玩具 琳娜只能比笑道 不听话的玩具 会比听话的玩具 还能够多不是吗 格维特说道 那我再看看 你有多好意思 随后 便交给了管家诺茨 临走前琳娜狠狠地 看了一样德维特 这时 德维特也注意到了 她的眼睛是绿色 和他们一样 女孩意外闯入 满是吸血鬼的古堡里 却被古堡的主人 选中当玩具 还意外找到了 杀死父亲的凶手 正是这座古堡的主人 德维特 这时的琳娜 正躺在病床上 抽血做检查 开口询问管家 这里只有我一个人类吗 管家回答道 二十年前 曾有人来过这里 说起来他和你一样 都是罕见的绿色眼睛 那是琳娜的爸爸 心想 果然是德维特 杀死了我的爸爸 琳娜强忍着怒意和泪水 心中暗暗发誓 我一定要杀了他 这时 琳娜的血发出了 纯正且香甜的气息 让管家不由地为之遗产 当琳娜再次询问管家 那个在这座古堡 死掉的人类在哪里时 手腕上的锁 突然解开了 管家痛苦地跪在地上 颤颤巍巍地说 我好像快控制不住了 你快离开这里 这几句话 吓得琳娜发出大大的疑惑 管家强忍着心中嗜血的欲望 面目猙獰地说道 我无法抵御你血液的吸引力 琳娜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心想 这里居然还有不吸血的吸血鬼 随后便询问 跪在地上浑身发抖的管家说 为什么要控制 管家回答道 吸血是罪恶 会导致人死亡 这时琳娜用手 缓缓轻点洛里斯的脑袋 洛里斯抬头望去 这宛如神兵精心雕刻的容貌 让他湿了魂 琳娜宛如救世主一般 打起那一针管的血 轻轻地滴在了洛里斯的嘴唇上 缓缓摘下他的防咬面具 并把手伸进洛里斯的口中说道 我相信 你不会伤害我 那迷人的微笑 宛如春日里最灿烂的阳光 让洛里斯心中不由 生起了一丝丝爱意 随后 洛里斯捧着他的手 信誓旦旦地说道 我一定不会伤害你的 很快 洛里斯就为琳娜 换好了艳丽的裙子 将她戴到镜子面前说 主人一定会喜欢的 随后便亲吻他的水 说道 您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女人 为了活下去 她甘愿成为吸血鬼的玩具 这时 女孩被带到主人面前 德维特却露出玩味的表情 说道 就让这头血狼陪你玩吧 琳娜犹如晴天霹雳般 愣在了原地 看着眼前比自己 大好几倍的血狼 心里只能强装镇定地说 我还穿着裙子 恐怕不太方便 而德维特 只是轻蔑地笑着说 区区一条裙子 就束缚住你了吗 随后缓缓走下台 嘴里还说着 你这样会让我觉得 这条命我留得不值 掐起琳娜的脸打去道 你说呢 玩具小姐 去证明 给我看你的价值吧 琳娜不服却没有办法 眼下只能委屈求全保住性命 这时的外面的血狐 却是一片潮了 恳求着洛里斯管家 放他们进去玩心不来的野兽 洛里斯对他们的撒娇 是视而不见 随后他们蜂拥而上 差点把洛里斯推倒 其中一个人的手 不小心戳到了洛里斯的眼睛 她的伪装随之滑落 吓得血苦赶忙道歉 洛里斯皮笑若不笑地说 主人不让我放任何人进去哦 随之露出那血红色的眼睛 心里暗爽到 一想到 那个人类女孩 会在德维特的面前 被血狼咬伤 我就兴奋地忍不住颤抖 原来洛里斯身体里 有着两个意识 一个是还保留着 人类意识的人格 另一个却是失去理智的 吸血鬼人格 在第一个人格爱上琳娜的时候 第二个人格就想杀了琳娜 这时的琳娜 还在被血狼追杀 还被血狼咬伤了肩膀 摔倒在地 她肩膀一直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外面的血脯 闻到这种气息 就失去了理智 连旁边的洛里斯也不例外 痛哭地喘息着 那群血脯早已饥可难耐 浩浩荡荡地冲了进去 琳娜背下的瘫痪在地 前面是失去理智的血脯 后面是饥饿的血狼 琳娜以为自己死定了 就在这万分危机的时刻 琳娜瞬间被德维特 瞬移到了她的面前 掐着她的脖子质问她 你是故意的 琳娜已经被掐得喘不过气 声音沙哑地说道 主人我不是故意的 眼角流着祈祷的泪水 我还不想死 这时 德维特也被那香甜的气息 给诱惑住了 忍不住上前 舔了舔 竟意外发现了 这个诡计多端的女人 竟然是自己的未婚妻 为了活命 她意外闯入了 满是吸血鬼的城堡 猛逼地变成了男人的未婚妻 然而 找到未婚妻的男人 却让下人把她绑在刑具上 嘴里还说着 留着人类血液的女人 不配做我的未婚妻 琳娜内心充满着无尽的恐惧 露出祈求的眼神 但德维特还是冷冷地说 把她绑到轮子上 看着这臭名昭著的凯瑟琳伦 恐惧如汹涌的潮水般 瞬间将她淹没 很快她就被五花大绑在了这轮椅上 并被告知 这只是一场游戏 如果在中途发出任何声音 您都将会被抹杀 琳娜恐恐收缩 恐惧在她身上弥漫开来 海瑟琳伦向来臭名昭著 直接把人绑在轮子上 让刀子随着人的滚动 在人体内搅动起来 开膛破度 直到把人痛死或病死 这跟直接杀了 我有什么区别 一想到这 琳娜随后大喊一声等等 还没有等琳娜开口询问 德维特就率先打断她 并说道 能在森林里 找到这座被诅咒的城堡 准确地找到我的房间 还能合理地 在我面前受伤流血 让我意外发现你的身份 说着便来到了 琳娜的跟前说道 我该夸你聪明 还是愚蠢啊 我的契约未婚妻 德维特用剑 低着琳娜的脖子质问道 骗你进来的那个人 难道没有告诉你 随后便将剑 转移到琳娜的胸前停住 用一种极其暧昧的姿势询问道 我这辈子最讨厌的 就是人类血液了吗 琳娜不敢直视她的眼睛 只能汗流加倍地说道 我是不小心闯进来的 听到这句话 德维特丝毫没有放过琳娜的意思 露出怠慢杀气的眼神 挥动手中的短剑 狠狠地刺向琳娜 琳娜以为自己死定了时 没想到 这是滑烂了她的衣服 随即露出羞涩的表情说道 主人不喜欢听实话 那要听到什么样的答案 才算满意 德维特没有回答 只是吩咐管家 把那个东西拿来 她的父亲被仇人杀死 现在还要被仇人绑在刑剧上 接受一种极为痛苦的游戏 这个羽毛 是传说中 色欲恶魔阿斯蒙蒂斯的圣物 她不但能唤起人心中 最深处的色欲 羽毛之上 甚至还撒上了情药 只要琳娜发出任何声音 德维特都会毫不犹豫地杀了她 随着受罚者的动情 药效将会随着气味散发出去 传染给每一个闻到她的人 到最后 一直无法获得满足的人 将会失去理智 在追求被满足的路上走向死亡 琳娜已经被折磨得痛不欲生 那种连吸血鬼都无法抵御的魔药 她竟硬生生地扛了下去 德维特在旁边 不免也被受感染 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的这令人作偶的鲜血 顾后不了谁 忍不住就干脆叫出来 临死前 我能让洛里斯给你一次痛快 为了能在起杀意的德维特面前活下去 琳娜想起来 之前老师说过的一句话 只要你能辨别出他们的假话 就能操控对方 获得你想要的情报 可年幼的琳娜 还不懂如何辨别真假 老师耐心俯下身对他说 比如 对你不感兴趣这句话 就一定是假的 因为你这张脸和身材 简直是上帝的杰作 没有人会不爱你 真正对你不感兴趣的男人 他们会因为你的冒犯 而直接杀了你 一想到这 琳娜调整好情绪 缓缓起身说道 主人 你为什么总是看别人玩 而不自己玩呢 是因为你 只有在看别人 陷入欲望时的模样 才能硬得起来吗 这时德维特瞬间被激怒 为了活命 他竟不惜放下自己的尊严 去挑逗绑架了他的仇人 甚至不惜咬破自己的嘴唇 用自己的血液 去引用面前的吸血鬼 德维特不受控制的上前靠近 看着这血液流得好少好香 心里疑惑 为什么他的血液格外好闻 这时一股神秘的吸引力 让他一愣 手不受控制的缓缓抬起 看着眼前背景 要折磨得痛不欲生的琳娜 掐住她的脸 嘴硬地说道 忍不住就叫出来 我会给你个痛快 而琳娜宁死不去地表示不要 在第三次的加大药剂下 琳娜终于顶不住昏厥了过去 德维特亲自把他送回了房间 看着他这网路神明 精心雕刻的容貌 德维特内心升起了一丝丝好感度 用手上前抚摸他的脸后离开 再次醒来 琳娜不可置信 看着眼前的景象 心想我活了 而且还有了助干间的权力 还获得了隐私权 你不用再被监视了 那我是不是能直接从这里离开古堡 多少是个机会 试试 想完便起身上前 靠近通往外界的窗户 突然魔法阵瞬间被激发 巨大的冲击力将琳娜猛地弹开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突然有人个叫住了琳娜 回头看去 却是稀朽的女婆 询问琳娜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看着这不友好的眼神 心虚的琳娜表示 不用了不用了 随后女婆带领琳娜 参观城堡的各个地方 还讲起了规矩 说到整个二层 都是属于王的境地 没有秘密 任何人都不允许 越过这条界限 王不喜欢被打扰 不知不觉 琳娜就被带到了地下室 还用不好的眼神看着琳娜 回头笑咪咪地表示 琳娜小姐 请跟我来 看着这充满煞气的地下室厨房 琳娜心里不柔地赶到后怕 再加上女婆的故意领导 还让她进这无人在的地方 看破了女婆卑劣的演技 琳娜愤感一阵无语 摆摆手说道 算了 我对你们厨房不感兴趣 我还是不进去吧 笑着转身 正要离开 却不却伸手 拉住了琳娜的头发 说道 都来了 不如进去看看 再走 说着便将琳娜硬生生地拖了几句 女孩被吸血鬼女婆 拉住头发往里拽 殊不知 他们惹错人了 琳娜这可是从小 接受训练的顶级间谍 琳娜说道 你们是打算骗我进来吃了我吧 而狂妄的女婆表示 就是要吃了你 树不知接下来 她会为她的狂妄 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琳娜嘴角微微上扬 说道 你真以为你能伤我吗 回首的女婆健壮 其实愣了一下 随后露出了 她那锋利的尖牙 嘲笑道别 做无谓的挣扎了 随后三个雪仆团团将她围住 把她按在地上不可动弹 琳娜询问道你 就不怕你的主人责罚你吗 雪仆笑着说 我只不过是吃了一个食物而已 随后露出那面目猙獰的模样 这句话的琳娜 露出锋利的眼神 暗示着接下来她们的遭遇 气氛突然变得阴沉沉 琳娜说道 我可不是任人欺负的芭比娃娃 随后一个快速的动作 将抓住自己的两个女仆的手巾给梦断了 抓住她的头发 狠狠地砸在了她手里的血盆里 女仆捂着眼睛痛苦叫喊着 冷静下来的琳娜说道 我不喜欢你呼吸的样子 向我道歉 然后送我回房间 而女仆还在嘴硬地表示不服 琳娜又一次抓住她的头发 狠狠地砸在了地板上 另外几个女仆躲在旁边发抖 害怕地蜷缩在一起 快要窒息的时候 女仆说 这一切都是洛里斯指使的 听到这句话的琳娜 满脸不可置信 大声说道 洛里斯怎么可能让你们做这种事 也要说谎 也要换一个人 而女仆态度坚硬地表示 这是真的 而琳娜却半信半疑地询问身后的女仆 这是真的吗 后面几个女仆被琳娜这么吓了一跳 肯定地回答 这是真的 可在此之前的洛里斯 是对琳娜有多么温柔 她不敢相信会是洛里斯 女仆说道 洛里斯在三楼 可以去找她 琳娜若有所思地想了想 把他们四人绑在了一起 说到这种事给你们的一点惩罚 随后怒气冲冲地去找洛里斯问清楚